本文由银星粉丝团作者夏丽原创,未经允许部的撰载,前段时间郑爽新恋情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,两人都收到了不少关注,张恒和郑爽的感情目前也非常甜蜜,被拍到了不少照片。 对于两人的恋情,不少观众还是非常看好的,毕竟张恒看起来还是比较靠谱的,郑爽也希望这段感情能够走到最后。 不过,也有网友留言趁张恒与郑爽不合适,还说他不会拥有感情,他迟早会离你而去,还说郑爽的粉丝迟早会让你烦死的。 不得不说,这个网友的留言,真的不讨人喜欢,感情本来是两个人的事,郑爽身为明星受到关注在所难免,但是指手画脚就不合适了。 令人意外的是,张恒发文维护郑爽,并打方的承认了和郑爽的恋情,还说,其实我想名叫感情,我被拥有一段时间了,恩的他们就可爱致不凡。 不得不说,张恒的这个回应,真的男友力爆棚,郑爽看了想必也会非常开心,张恒既表达了自己对郑爽的感情,还顺便维护了郑爽的粉丝,怪不得这一行为会被点赞,并且迅速上了热搜,又这样一位包容自己的男友。 郑爽很有福气,郑爽的前两段感情都不算顺利,谈得轰轰烈烈,分手后也是伤筋动骨。 这次和张恒在一起,想必郑爽也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的,两人之前被拍到后一直没有公布,粉丝们也是议论纷纷。 这次张恒的暖心回复,也帮他获得了不少粉丝的成见,有网友评论道,本来张恒郑爽向低调点的,结果为恶屏蔽的高调了一把,将大家吃了满满的口粮。 也有粉丝说,希望大家都关注郑爽的作品,给郑爽的这段感情留点空间,想必也是希望两人能一直走下去,希望郑爽和张恒的感情一直维持下去,祝福你们,本文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